兩名黑衣男子在車陣中 對著力量叫車不斷的叫罵 手上還拿著一根疑似棍棒 不斷的揮舞 這起行車糾紛 發生在任一路東岸商場前 但這樣公然挑釁凶狠的舉動 引起了金融市長謝國良高度重視 在治安會報上市長謝國良親自表揚 爭破重大席案的有工人員 不過對幫派擾亂社會秩序 造成民眾不安及恐懼 謝國良當場指示警察局 要加強掃蕩幫派 對犯罪零容忍 所以我們有特別拜託 我們的警察局張局長以及團隊 未來針對於組織犯罪 對於掃黑 我們要更積極努力的來推動 那我們在這邊也要懇請幫派分子 不要這麼囂張 盡量做一個手法 守大眾秩序的一個社會人士 那我覺得我希望逐二勿盡 我也希望我們的社會對於這種幫派 對於犯罪說是零容忍 所以未來我們會繼續努力 持續掃黑的工作 我相信張局長也一定能夠做得到 此外警察局在治安會報上 也報告金融市發生詐騙案件 及偵破案件 金融地檢署主任警察官 也呼籲警察局要加強反詐騙宣導 那也特別去分析在這些詐欺的案件當中 以投資詐欺遭詐騙的案件是發生較高 那我們也分析了這些財損的金額 也是在投資詐欺的案件當中 有財損金額將近高達8143萬的這種案件情形 那整體為了在防治這個詐欺的案件 我們在111年的1到12月份 也加強針對金融聯訪的一個共同攬阻 成功攬阻了92件 那攬阻的金額也高達了4617萬 在有關詐欺案件的一個防治上 那經過剛剛的一個口頭報告 有聽到說在查獲破獲的案件 都有較去年的數目為高 那這點也感謝同仁心情的一個付出 那在統計資料上也有提到說 有關投資型的詐欺 這樣的案件有逐次的一個 逐日的上升的一個趨勢 那這邊也建議說 有關類死類型的詐欺案件 能夠在事前多加的宣導 藉由事前的防範 那防止被害的金錢上面的一個損失 那在案件的查詐上 再麻煩各位同仁人 在有一個案件類型 也就是詐騙集團囚禁 或者說我們講拘禁 拘禁人頭的這類人身自由拘禁的 衍生的詐欺的這些的案件上 能夠繼續列為一個查詐的一個重點 那詐騙的第一線的防堵單位 其實是金融機構 所以我們今天也感謝了包括中華郵政 銀行在內信用合作社等等 的這些金融機構 都在第一線攔阻很多詐騙的工作 所以要跟金融合作 要跟金融機構緊密的合作 也要拜託我們的警方 繼續的對於詐騙案能夠積極的防堵 針對詐騙案的部分 我們都會要求第一線線上的同仁 如果到ATM提款要稍微注意一下 有沒有可疑的人士出入 如果有可疑就去盤查 我們在去年抓了十一件二十幾個人 那第二個當然成如市長講的 就是要緊明合作 如果金融機構發現這個民眾要來解除 定期存款大筆金錢 其實就要通報我們 我們會過去關懷提問 那也會部署適當的警力 像我們上個禮拜 這個一個老先生就被騙了42萬 在新北被騙 然後第二次歹徒又要騙他的時候 他就因為他是住我們安樂區 他就8萬 我們就部署警力 當場就把這個嫌犯抓到 那至於打擊幫派的部分 我們會實施三打 一打就是打擊這個知識分子 二打就是打擊他的堂口 他所經營的部署行業 三打就是斷絕他的這個金流 那我們近日內會舉行 這個大型的手當活動 市長謝國良上任後 首度主持治安會報 希望在警察局和市府各單位 和民眾共同努力 一起打擊犯罪 全力防堵詐騙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